嘿,大家好,我是小美 嗯,我看很多人说我的视频太短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发一个长一点的视频 今天呢,我翻出了2019年1月份 学友帮我拍的滑雪视频 那我就就着这个滑雪视频给大家讲讲 滑行姿态 今天这是一个假正经的基础片 欢迎大佬拍砖之正 这个视频呢,是在北京淮北滑雪场的终极道 那个时候刚学会换人不久 还在练习阶段 大家仔细看啊 你们可能发现我一只手向前伸 这是练习期间 为了纠正重心靠后已经领身的问题 而刻意这么做的 练习阶段 重心应该尽量保持在两腿之间 甚至靠前 保持肩膀与雪板平行 大家注意看哦 我在这个视频里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滑行之中还有点开肩 并且后手有少量的摆动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想象自己双手握着一根棍子进行滑行 有条件呢 可以找双白的朋友 也有根雪章啊 嘿嘿嘿嘿 视频中暴露的第二个问题呢 是隐身不足 后腿过度的弯曲 后腿发力较多 导致了搓血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是首先记住双腿膝盖自然向前弯曲 每次换人完毕之后 膝盖回弹 保持膝盖的弹性 然后 在缓坡上进行慢慢的训练 有条件的话 让朋友帮忙录一段 时刻观察与调整自己的滑行姿态 请您家练习哦 好嘞 今天就缩这么多仙子 看完视频 不许走 上个视频 大家看到我说我家里有矿 赞都不给点了 哦当然 虽然我家里有矿真事实啊 但是 但是 我挂学机还没买呢 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能不能跟我们下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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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